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据中国大陆权力运动网站报道 天津的50多位访民 15号的上午 手拿12月1号的天津日报前往天津日报社 质疑他们关于已解决5500件问题的报道是造假 但是到了当天中午12点多仍然没有人出面回应 而警察却在赶往现场 天津日报12月1号的一篇题为 把群众当家人变上访为下访的报道说 今年一年仅全市局级干部就接待群众来访1800多人次 解决问题5500多件 据美国明慧网15号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秦断口派出所的警察 在所长桂云菲的带领下 11月26号撬所拆防盗网 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邝晓明的家中 殴打抓捕当时在邝晓明家的八位法轮功学员 并且强行将他们带到派出所 对他们审问体检 送往武汉第一第二看守所 以及武汉市安康医院进行迫害 12月2号广东省华州市中洞镇一辆水泥搅拌车撞伤村民后逃逸 因搅拌车所属公司拒付伤者医疗费 伤者家属扣留了肇事车辆抗议 遭到80名警察的镇压 多名家属及微观村民被围殴 7人被抓捕 广东省深圳市良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2000名工人 13号罢工 抗议工资低福利差 以及公司将周末加班调为正班 现场有大批警察戒备 jana 找 Marty state 1 1 2